极乐世界人没有时间概念 我们有 我们为什么有 地球绕太阳转 对着太阳白天 背着太阳晚上 二十四小时转一周 所以就得有注意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 一片光明 没有黑暗 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 这个白天晚上概念没有了 月份 月日月份的时候 极乐世界也没有 极乐世界有个很了不起的现象 一切现象就在当下 发心在当下 修行在当下 成佛也在当下 时间空间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看得很重要 极乐世界没有人会想到有什么时间空间 没想到 在极乐世界唯一的就是 听经 学习 学习的范围 太大了 变化界 变化界也许空间 都是你活动的范围 所以你会分身 到摄放插围 帮助一些有缘人 那无量节来 摄放世界 我们都曾经住过 在那里都有过去的熟人 都会遇到 这些熟人见面 自然就明了 你知道他修什么法 你知道他需要什么 你能帮助他 你能够提拔他 你能够成就他 跟阿弥陀佛行事相同 不可思议的境界 夏平上身 夏平上身 七七日花开 世小节 正苦 夏平终身的 要进六节 莲花再开 这个结束 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算的 花开 文朔大臣 甚深惊敌 应时皆发 无上道行 听佛将尽 就发了 无上菩提心 夏平下身 要满身而大吉 莲花再开 文法 欢喜 应时 发 菩提之心 家乡 观金 以俗 约 上平 修大臣 所以 得大臣 苦 中平 修小臣 因 所以得小臣 苦 下平 现在 虽不修 大臣 善 即小臣 善 但比 灵命 忠实 欲善之事 未说 大臣妙法 一文 大臣 哭 得大臣 这是告诉我们 因苦 报应 丝毫不说 所以 传不大臣 怎么传不 就一句佛号就行 劝人念这句佛号 告诉他 这句佛号的功德 无量无凭 大臣 小臣 贤教 密教 宗门教下 万善 同归 都在这句佛号 因神 佛思 讲到究竟圆满 就是这一句佛号 劝人念这句佛号 他肯念 功德 不可思 将来一定能 争护 不可思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